2022年2月24日 俄羅斯正式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留下歷史上性的戰爭篇章 很多人說俄羅斯人民很窮 軍隊也很窮 但俄羅斯的高科技新興產業肯定不窮 也賺得飽飽 很多人說AMD、Intel、台積電對俄羅斯實施禁運 註定一定瑟瑟發抖 其實全世界才應該瑟瑟發抖 關於俄羅斯有哪些高科技新興產業 你有需要知道的12件事 第一點 我們都知道監視普丁在俄羅斯的一舉一動很重要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俄羅斯的監控技術正在全球被廣泛的使用 甚至在美國也是如此 一開始 俄羅斯在一系列監聽技術上投入了大量的研發 來監聽俄羅斯民眾 最後全世界語音識別技術的前兩強 其中一強就是總部在聖皮德堡的語音技術中心 簡稱STC 在美國他以Speech Pro的名義 在紐約的辦事處進行業務 STC成立於超早的1990年 是和蘇聯通信部科學發展中心 合作的專案發展而來 是政府扶植的研發技術之一 蘇聯解體後 STC的目標轉移到獲利領域 2008年 STC幫助墨西哥當局使用照片和語音識別個人 第二點 在美國有Netflix 那在俄羅斯則有START 連LOGO的樣貌都有87分項 DART總公司旗下還包括一家影片製作工作室 DART Studio 負責處理原創系列影片 DART成立於2017年 2020年就宣布擁有超過100萬個付費用戶 大連續兩年在俄羅斯串流媒體服務中 顯示出爆炸性成長 佔據了6%的隨選視訊市場 第三點 俄羅斯不用微軟Windows 俄羅斯軍隊在2019年特別強調 軍隊將完全放棄微軟Windows 反而支持Astrolinux Astrolinux是設計用來給俄羅斯軍隊 武裝部隊 和情報機構使用的作業系統 用過Astrolinux通用版的玩家表示 最大的優點是幾乎沒有嚴重故障或當機 使用介面成功模仿Windows NT XP 也簡單無痛安裝 最厲害的是支援要求很低 該作業系統由RUSBI Tech所設計 這是一家專門為俄羅斯國家執法機構 提供技術解決方案的公司 主要為俄羅斯軍隊服務 2018年2月 RUSBI Tech 宣佈已經將Astrolinux 移植到俄羅斯製造的 Albrus 為處理器上 Albrus是俄羅斯本土的 CPU製造商 晶片常被用在 太空計劃 社務研究 和防禦系統 以及俄羅斯內部理論和研究為目的的系統 最近有一些消息指出 Albrus的晶片 委託台積電生產製造 第四點 俄羅斯最大的電子製造商Rostec 俄羅斯電子 是俄羅斯國有控股公司 奉俄羅斯總統普丁之命 成立於1997年 負責生產大約80%的俄羅斯境內電子元件 2016年統計 營收年增加40億美元 有45萬名員工 該7月品牌於2012年底 重新推出 是俄羅斯15個最有價值的品牌之一 其價值於俄羅斯石油公司 和俄羅斯電信等大公司類似 這家公司很神奇的可以製造 軍用、民用的飛機和直升機 也可以生產軍用規格無線電和半導體 是軍用卡車和裝甲戰車製造商 生產世界上30%的鈦 甚至負責 俄羅斯武器出口 也是免疫生物療法 研發的製藥控股公司 2015年 Rostec董事會 基準了到2025年的發展策略 Rostec打算改變既有經濟模式 減少對武器、航空和軟體的重視 而更加重視電子、電系、機器人和其他高科技產業 反過來說 將使俄羅斯資訊科技 更多樣化 也增加了高科技的民用產品 第五點 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的軟體業很強 來看看幾家有名的俄羅斯軟體公司 Zet Brands 由三位俄羅斯軟體工程師 於2000年在布拉格成立 該公司幾乎 開發出所有程式語言的IDE 也就是軟體的整合開發環境 該公司於2011年開發出可以在 Java 虛擬機器中運行的Cutlin程式語言 Cutlin這個名字來自聖匹德堡附近的科特琳島 2019年 Google宣布 Cutlin為Enjoy應用程式開發的首選語言 2020年調查 Zet Brands連營收約2億美金 有1500名員工 Zet Brands的收入模式很特別 使用者可以有不同方法使用IDE 雖然拿到相同的軟體功能 但價格和使用條款不同 他們為小型團隊提供免費版本 Zet Brands的許多產品都是開放原始碼 甚至對學生、教師和教室使用都是免費的 第六點 ABI是由二級華裔企業家楊成 於1989年創立 是一家專注於OCR 工學資源辨識的公司 ABI的第一個產品 是一種英文 和俄文翻譯的詞典軟體 ABI是一個古老漢漢語系的詞語 意思為敏銳的眼光 也反映了公司所研究的重點領域 文字識別和語言技術 2013年 ABI有超過1250名員工 第七點 Yondex 是俄羅斯的Google 俄羅斯最大的科技公司 營業範圍包山包海 2020年 營收27.9億美元 約有1萬名員工 1993年 ABI和IS 是學生時代的朋友 當時他們一起開發了搜尋引擎 用Yondex這個詞 來描述他們的搜尋技術 Yondex 是索引的雙關語 Yon 在俄語中是我 也就是我的搜尋引擎 應該相當於iGoogle 為什麼這些科技的故事 都這麼像呢 值得一提 Yondex 和技嘉成立的一家合資企業 將於2022年開始在俄羅斯生產伺服器 第八點 Ngen X 提供 HTTP伺服器的服務 Ngen X 是 FOSS軟體 也就是免費 也開放原始碼 2021年的統計 最繁忙的百萬網站中 Apaq佔有24% 而Ngen X 占23% 微軟只佔了6% Ngen X長期以來的明確目標 就是超越Apaq的HTTP伺服器 第九點 VK是一家位於聖匹德堡的俄羅斯社交媒體公司 簡單說就是俄羅斯版本的Meta VK雖然有支援多國語言 但主要流行在 鱷魚的使用者之間 據估計 VK擁有至少5億個帳號 是俄羅斯最受歡迎的網站 VK在烏克蘭本來也很受歡迎 但在2017年時被烏克蘭議會通過 禁止民眾使用 創辦人帕維爾·杜羅夫 生於1984年10月10日 現年37歲 陳巧德和Meta的佐克伯同樣年紀 截至2021年 他的禁止產為172億美元 約佐克伯的五分之一 帕維爾·杜羅夫承認 創立VK是受到當年Facebook的影響 第十點 卡巴斯基是一家網路安全和掃毒軟體供應商 卡巴斯基掃毒軟體的第一個版本 是由目前的CEO 劉金·卡巴斯基 在1989年時為對付 Cascade病毒和開發 桌子下的Cascade病毒在90年代初起 廣泛散播 病毒會感染COM自信檔 使螢幕上的文字 崩落 往下掉 並且堆疊 病毒的特效 非常駭客任務 卡巴斯基2020年營收 7.04億美元 有超過4000名員工 卡巴斯基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 母親是一名歷史檔案的管理員 很小就對數學和資訊科技產生興趣 他還是蘇聯共產黨青年部的成員 大學畢業後 卡巴斯基曾經在蘇聯 軍事情報部門擔任軟體工程師 第11點 Dr.Web是第一家俄羅斯的掃讀軟體公司 1992年成立 該公司主戰場是針對垃圾郵件提供攔截 也有適用於各種主要瀏覽器的外掛程式 Dr.Web有幾個傑出的成就 例如發現的影響超過60萬台 MAC的特洛伊病毒 也帶到ATM裡的木馬病毒 該木馬程式可以攔截 也傳輸提款卡的資料 甚至連Linux裡的 熱術軟體也被找到 Dr.Web超過71%的收入 是向企業用戶 交受掃讀軟體 2019年的調查顯示 授權企業使用的收入 較去年增長了7% 俄羅斯對軟體的專長 似乎在於掃讀 以病毒中 血靈還需細靈人的指向來說 俄羅斯的駭客應該不在少數 TBC的調查顯示 2021年通過 勒索軟體 終極篡取的資金中 74% 流向了與俄羅斯有關的駭客 第12點 最後 軟體工程師在俄羅斯莫斯科可以賺多少錢 不算紅利和家籍 軟體工程師平均月薪為18萬盧布 約台幣4萬8 有經驗的工程師 可以領到月薪26萬盧布 約台幣7萬 俄羅斯薪資 中位數為每月11萬盧布 約台幣3萬 軟體工程師的平均薪資 約中位數的2.3倍 至於房價部分 俄羅斯蛋黃區約台幣500萬元到1000萬元 三百區約500萬元以下